后来在2月9号 他带孩子刚从家来走不到五分钟吧 这个女的 他弟弟跟他弟媳妇 跟他叔叔去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在哪块住 我们家住几间房 哪个屋怎么住 他都跟人说了 对方是来找你的吗 也没直接说是找我找他 就直接找到我们家 敲开门以后 我一出院开始 他跟他弟弟跟他弟媳妇 他们三个就打我 再后来我就跟他 给他打电话跟他说 人家打我呢 他也没关 到这个时候 李先生还是没有出面吗 没有 他不出面 到现在他没有给一个解释 他说的也不完全对 那天正是人家找到家里的时候 我跟孩子 我就带他去看电影了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院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人家找他呢 说在院找你呢 你现在必要回想 我就没回想 无论是去第三方家 讨要那四万块钱 还是独自面对第三方的打击报复 在整个过程中 那个口口声声 想要求和的李先生 始终都没有露面 而是选择了逃避 想到这儿 方女士很心寒 已经死亡状了 可以说 在方女士心里 李先生就是一个情感不忠 毫无担当 糟糕透了的男人 既然如此 他和李先生在法律上 也已经没有关系 按理说 他完全可以和李先生断得干净 但令人非常不解的是 当时的他 不仅没有和李先生断 反而主动向李先生提出了复婚 他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 到底是为什么呢 2016年的1月23号 应该我俩又办了复婚手续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办复婚 因为那时候他有那个 328一个信用卡的外签 我如果不给他还的话 肯定会很麻烦的 如果给他还的话 我怕我爸钱给他一还 他扭头走了 我就倒车这么多钱 所以你跟他办复婚的目的 也是为了保护钱 对 发自内心就是为了保护我的钱 经济安全这方面 你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 复婚 保护财产 对 第二 找对方要债 对 这一次你提复婚的对吧 对 你其实没有一点反应吗 他说是可以复婚 但是以后就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联合 当他提出复婚的时候 我当时想的就是 我已经有点对不起他的事 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 我都能去满足他 你也不提出最后的原因了 也许是给他心里的一种 他还在为这个 不到四万块钱的事情而究竟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回去给他处理过两次 跟人家也谈过两次 人家就是 也是不同意给 后来就找了一个朋友 也是个律师 让他去处理这些事 他是怕钱给他拿回来了 钱拿回了 但是是他给的人 给的我 还是人也真的给的我 我不清楚 你不确定是不是对方还给你的 对 但是实际上我考虑 挣得多了三万六 那是律师转给他 律师转给他 具体是钱是谁的 我不知道 对于李清来讲 是不是这只是一次 荒唐的错误 然后他就现在已经结束了 结束就结束了 对 是吗 对 反正是从这事过期后 生活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你觉得挺好的 指的是 指的是他又出轨了 三又十六后晚上 他又找了一个女的 他俩聊微信 多么小跟人在一起 给人发了五百二十一 我从认识他到现在快二十年 我没见到过他的东西 他没有给我发过 五块二毛一都没给我发过 也许在人心里咱没位置 我就这样想的 如果有的话 不会一次两次是错误 犯一次是错误 犯两次就是选择 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碰到一个 可能还会超越你 他心里重要的 对 而你认为这是迟早的事 对 我的要求也就是 我们俩 跟孩子能在一块 不成功到有一个价值 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感不感情 忠不忠诚 这些都无所谓 也不是 你觉得你的生活缺乏了什么 是什么让你会不断地 在外面去寻求这些 我觉得我的生活 也是缺乏一点这个关怀 我每次出门送货的时候 每天早晨四五点钟 有时候走 晚上十五点回来 他一个问候的语言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也许是 出的这些种种 带给了你身边妻子多少伤害吗 我觉得你到现在都没有反省 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一句 你对于你过往的所有的错误 有任何的忏悔 是你犯下的错误 你怎么没有想到 这些事情最终要有个结果呢 你怎么收场呢 该需要你收场担当的时候 你就不见了 今天你的妻子这么坚决说 我要离婚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你很坚决地说 我不能离婚 因为我很爱他 没有 你只是说 想保全一个家而已 你没有 从内心 看到自己 所做出的种种的错误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即便你的妻子 同意和你继续走下去 最终 你们还是会取中人犯 男方经历了这么多次 以后 你认为 人世间 你还能找到 真正的真爱和真情吗 别的女人 跟你身边的这个女人相比 你自己有过这种对比吗 这个女人赚钱 别的女人花钱 她可能都没有 索要你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别的女人呢 还有 你的那些甜言蜜语 都给了别的女人 她留存一些什么呢 弄得现在女方的话 唯一觉得值得留恋 或者还能够 手握安全感的东西 就成了钱 问第三方去讨要 所有的钱回来 如果二位真的 这个死胡同走不下去的话 我就觉得 离了吧 对于你而言 你想留住这段感情的理由 我是因为 我觉得我还爱着身边这个女人 我觉得我们各自 双方如果都改了以后 我们的婚姻还是会很幸福 还是因为我对财产 这个分割不公 男方 我不是说我要劝你去放弃掉什么 我是希望你内心 再重新滋长一些 对爱正确的把握 和对爱正确的理解以后 然后开启你真正的人生 几位老师对两人继续走下去都不看好 他们希望李先生能够反思自己的种种行为 考虑到妻子现在的身体状况 尊重妻子的离婚诉求 在听了老师们的意见后 李先生会做何感想呢 我听着大家的发言 我要领会到我的错误 确实是对我的妻子吧 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 跟这个身体的伤害 我以前做的 有好多对不起他的 请你原谅 我们要是能继续下去的话 你一心一意地去